OK,你好,小朋友们 OK,老师要你们拿出生字簿 还有这个课本 OK,然后写上点点 OK,今天星期三 2021年6月23号 OK,听一听 OK,写上 写上一月 两月 OK,还有生字簿 也是写上一月 OK,写上一月 最后一个这个必要 OK,来,我们写上 星期三 2021年6月23号 OK,来啊 OK,来,我们写 OK,来,我们看啊 这个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这个只是一个复习 OK,所以老师要你们连 OK,可以吗 OK,来,我们看啊 OK,这个小女孩在干嘛 在唱歌,这个是唱哪一个是歌 对,第二个来发现 OK,这个是跑 他在做什么 跑步 这个字是跑 哪一个是步 对,这个来发现 OK,这个小孩子在做什么 游泳 OK,这是游 哪一个是泳 这个是泳 来发现 OK,这个在什么 在跳舞 跳舞 哪一个是跳舞 这个是跳舞 来发现 来,这个小朋友在干嘛 阅读 读书 对不对 哪一个是阅读 最后一个了 所以来发现 OK,来,今天老师教新的东西 OK,今天学 学习标点符号 OK,标点符号是什么 标点符号是句子里面需要用到的一些符号 OK OK,今天我们教四个 第一个,句号 句号是通常是整个 整个句子的最后面的 就很像 OK,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妹妹喜欢吃苹果 OK,我再举一个例子 今天我吃了炸鸡 这个后面也是放句号 它是一句话 一句话后面就要放句号 就很像英文、马来文 一句话后面你们要放 这样子的意思 OK 逗号 逗号通常用在 逗号都是用在句子的中间的 OK 就很像这个 早上 逗号 我和家人 一起吃早餐 句号 OK,可以啊 因为你看啊 逗号用了 还是要用句号的 句号是每个句子后面都要放的 OK 也不是每个啦 就是讲话的 一句话的都是要放的 OK 不是放句号 就是放感叹号 不然就是放问号 OK 就这三个可以选罢了 放在句子后面的 OK 我们看这个 感叹号 OK 感叹号 OK 感叹号用在什么 用在很激动 哇 哇 这朵花好美啊 哇 这 这一盘饭好香啊 这样子 OK 你看他讲什么 啊 这朵花好美啊 就是很 很激 比较激动的 就会用感叹号 OK 再来最后一个问号 问号 他一定写问了嘛 对不对 问号的意思就是 问号问人家东西 OK 请问有人在吗 或者请问这是什么 OK 都是用问号 OK 总共我们今天学的是四个 G号 都号 感叹号 问号 OK OK 我们再来啊 老师要跟你们讲一下 他放的位置 OK G号的是在这里的 小小一个 OK 就左下角这一格 OK 都号也是在左下角这一格 感叹号是在左边的这两格 OK G号 问号也是 OK 两格 OK 可以哈 OK 来 甚至不打开 OK OK 下面这个不要写哈 OK 下面这个不要写 下一次才写 我们写上面先 OK 老师写一笔 你们写一笔啊 一横折勾 二点 三题 四横折勾 五点 六题 来写六 OK 这个读 雨 这个读 毛 毛一撇 二横 三横 四树 弯钩 OK 几画 四画来写四 OK 这个读 球 羽毛球 OK 一横 二横 三树 四题 五横 六树 七点 八题 九匹 十纳 十一点 来写十一 OK 可以哈 小朋友 这个是今天的功课啊 今天的课上到这边 拜拜 小朋友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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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